又到7月又到毕业季 于是现在的网络上 在现在的娱乐圈当中 就出现了不少娱乐明星 已经毕业了的消息 而今天小编要给大家说的 王一博似乎与毕业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他所参加的一个节目 就叫毕业礼 于是王一博就与毕业季扯上了关系 不过在某媒体发布的 关于这个节目的宣传消息当中 小编注意到了关于王一博的两句话 其一就是王一博一语双关 用实力回击一切质疑 其二就是王一博表示 让流量配得上正流量 咱们先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 王一博表示 让流量配得上正流量 他做到了吗 从王一博的成长之路来看 一开始的王一博确实是一名流量明星 在还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之前 王一博身上就聚集了不少的光环 也收获了不少的粉丝 所以当时称他是流量明星也不为过 但是自从一部名叫 陈情令的电视剧开始 王一博就展现出了 他扎实的演技功底 以及稳定的作品输出 或许在电视剧《陈情令》当中 王一博还摆脱不了流量明星的影子 但是从他之后所出演的影子作品来看 王一博早就不再是 单年的那个智能的流量明星了 而成长为一名 拥有正能量光环的明星 别的且不说 有两部影视作品就能冲锋在明 第一部《冰与火》 虽然这部剧目前还不知道何时上限 但是在这部剧当中 王一博饰演的是 禁毒大队干警陈宇 角色就是证明 证明在王一博的身上 充满了让犯罪分子们敬畏的正义 第二部《理想造谣中国》 这部剧本身就是一部 充满正能量的作品 能在其中出演一个角色 绝对能够证明 其本身的形象是过硬的 虽然在这部剧当中 王一博所饰演的角色 只是抉择单元当中 一个名叫蒋仙云的人 但是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了 王一博所饰演的 充满正能量的角色 绝不仅仅只是这两个 但是仅从这两个角色来看 王一博所说的 让流量配得上正能量 他做到了 接着再来看第一个问题 王一博一语双关 用实力回击一切质疑 他都有哪些实力 诚然作为一名娱乐明星而言 王一博的实力 主要还是体现在影视剧的作品上 但是除了影视剧作品之外 王一博的实力 甚至可以说是全面开花 王一博是歌手 相信听过王一博歌曲的人 不少吧 毕竟早在2014年的时候 他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的 虽然现在的王一博 在演艺界风生水起 但是他的音乐 才是他的灵魂 所以王一博的音乐实力不熟 王一博是主持人 虽然说王一博主持过的节目 不是太多 以至于许多人都不知道 王一博还有主持人这样一个身份 但是不知道不等于没有 王一博的主持风格 还是别具一格的 王一博是职业赛车手 从王一博曾经把自己心爱的赛车 比做自己的女朋友来看 就能看出王一博对于赛车这件事的喜爱 可以这么说吧 在娱乐圈 王一博是非常棒的赛车手 在赛车界 王一博是优秀的娱乐明星 所以王一博的这些实力 还是相当厉害的 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的实力 王一博才敢在毕业季 这个节目当中 一语双关的表示 要用实力回击一切的质疑 在第一关就是 王一博用自己在毕业里当中的表现 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来回击之前 所有人对自己的质疑 在第二关 表明王一博不怕所有的质疑 回击自己的最好方法 不是打口水战 而是用自己在各个领域当中 超强的表现 来证明自己 好了 今天的娱乐资讯 就不报道这里 有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